開心 興奮 開心 開心 興奮 怎樣 開心 我天啊 他有一個好新鮮的東西 就是阿姨沒有他 他都說那個 預告裡面你有一句台字 什麼要改一下 那個金鐘金 不用改啊 那個就是周凡啊 對啊 那是周凡的詞 周凡的生活 周凡的人 我在說那個影后裡面的角色 就是 一文導演 寫的角色也不會是 容易演的 然後每一個演員都有他們 很多面性 然後困難的部分 就我印象中 其實大家那邊哭是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 其實大家對於拍攝到 中期到後期 對演藝文有產生一種 跟性感 所以後來其實每一個女演員 心裡有什麼想法 或困惑都好像會去 找藝文聊聊那樣子 其實蠻依賴的 尤其就是 只要一喊咖的時候 我第一個一定先 就是 找導演 然後 但因為他都在隔房間嘛 我都會先聽 導演有沒有笑啊 或者是 或者是各種感受 就是第一個一定先找導演的 然後我覺得他 就像那個 尹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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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剛剛把頭子閃到 我知道你最近太忙了 不是 我們的軒兒 你差點叫成瓊軒 對不對 對 就像 尹軒剛剛說的 就是 導演他非常清楚 我們女演員 就是最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他 有一點是 除了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之餘 他給我們很足大的安全感 然後不管是我們在演任何的一場戲 他都會第一個在現場 比如說怎麼排戲 他都會站在正中間 讓我們看到他要怎麼處理 而不是就是 可能 交給誰誰誰講 然後誰誰做 他沒有 他都是親力親為的 嗯 然後很多時候 他需要一些 我們做一些 微調的東西的時候 他都會把我們抓到旁邊 然後看著我們的眼睛 我覺得只要光足夠看他眼睛 其實 就已經很多的故事 跟信任了 對 他們看起來覺得怎麼樣 但是 我非常緊張 但是我也不能 把那個緊張帶進這個劇組裡 不然就是 這是迷妹在這邊 吼你在幹嘛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其實跟每一個人 對戲都是非常 像金華姐剛剛講的 就是戒身恐懼 對 就是你剛才這樣講 那我要怎麼講 沒有 因為他那個 妹的能量其實也很強大 是真的很強大 是吧 亭奕超特別的 謝謝 就是我真的從她身上看到了 這個是帶二十幾歲年輕人的無所畏懼 嗯 就是其實他真的 也許他 他覺得他緊張 可是問題是他站在 你面前跟你一起在工作的時候 他真的是角色在前面 對 然後他的心在前面 對 所以他不會特別的覺得說 呃 不是那種前後輩的緊張 而是他真的在 在好好的表演 對 然後 其實有好幾次我在跟他演出的時候 我覺得 天啊 他有一個好新鮮的東西 是 就是阿姨沒有他 阿姨沒有他 你有嗎 你有感覺到 叔叔叔叔叔你應該也有吧 他真的有一些很特別的表情 然後 我就覺得 新的世代已經有開發出他們新的東西 開發出什麼 就是產品 不是 反而是我們 好像要開始也要跟進一些 不一樣很新鮮的火花 其實 我也蠻感謝這次在戲裡面能夠遇到他 對 然後未來有什麼機會還是要帶一下姐姐 大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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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阿姨請戴上 謝謝